大家好,我是你妈的喵哥 前段时间看到某公司的高广驾驶 这个湖蔚来这个S18 在高速工作上使用我们俗称的自动驾驶 实际上这个应该是驾驶辅助功能 结果连生命都没保住 就这个事情呢 喵哥想给大家聊聊 就是我们目前对于驾驶辅助 以及自动驾驶认识的一些误区 首先呢 就目前市面上所有所宣称的自动驾驶 基本上都是驾驶辅助 按照这个自动驾驶的分级 目前尽管有些车企号称自己的自动驾驶技术 能够接近或者达到L3级别 但实际上所有低于L4级别的自动驾驶 都需要人工接管和人工控制 所以呢 目前所有所宣称的自动驾驶 都不能称之为 整个应该上的自动驾驶 都只能称之为驾驶辅助 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车企 尤其是一些新能源车企 一些新式的车企 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数据更好看 尤其是让自己的产品显得更有科技含量 宣传的时候 口头宣传 他们会大量的使用自动驾驶 比如说我是L2.9级别的自动驾驶 已经很科技很智能了 使用这些字眼 再加上我们某些喜欢长相的车主 在听到这些字眼之后 在某些特技漏断用了一下之后 觉得这个功能特别好用 所以在用的过程当中 越发的胆子大 甚至看到有一些胆子特别大的这些车主 在高速公路上 能都做到后排去了 然后让车子自动开 就目前这种情况 也就只有这些胆子特别大的 敢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一台机器 尽管车子都有一个提醒工人 虽然说这些车型 在说明书上面 或者在产品的文字资料上面 使用了驾驶辅助这样的字眼 没有明确说是自动驾驶 但是确实我们的很多销车人员 甚至在演示的时候 却使用了很多自动驾驶这样的字眼 对于我们很多 对于汽车技术和驾驶辅助技术 并不是那么很了解的消费者 确实造成了一定的误导 尤其是特斯拉 在英文翻译过来里面 确实使用到了自动驾驶的字眼 让大家一度误认为 特斯拉真的可以实现自动驾驶了 所以导致我们很多 买了这些新能源车的车主 胆子是越来越大 在目前这种技术条件下 你要是完全放开了 它不出事就怪了 第二点 就是根据喵哥前段时间 所体验的一系列有传统车企 也有绝对新能源汽车 他们驾驶辅助的情况来看 里面确实有几点 我特别需要跟大家提出来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识别的准确率 目前的驾驶辅助这块 包括特斯拉所宣承的自动驾驶这一块 无非就是通过视觉识别 或者通过雷达 通过这些技术 然后来识别障碍物 但是所有这些技术 目前它都是有缺陷的 尤其是在落光条件下 或者说在识别一些禁止的物体 最直接的就是在高速上面 这种雪糕桶的识别 识别率就不是特别高 其次我自己亲身体验的 就是我开了特斯拉 使用驾驶辅助的时候 在城区 它把三轮车 识别成了二轮电动车 差点就撞上了旁边 骑着三轮车搞卫生的大姐 还有一部分产家 他们在驾驶辅助的退出机制上 是埋下了很多隐患的 我在试驾的心理元器当中 有一部分产家 由于技术做的并不是太到位 他们的识别 基本上比如说车道辅助 它是按照画了车道线去识别的 假如说在某些地方出现 这个车道线丢失或者车道线 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 它就会退出驾驶辅助 而退出驾驶辅助的逻辑 也是有问题的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退出反馈 有些甚至仅仅只是在一边旁上 出现了一个驾驶辅助图标 没有声音提醒 也没有这种提醒 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图标熄灭了 这个时候你要不是特别注意的话 你压根就不会注意到 悄无声息的就给你退出了 驾驶辅助就极有可能导致 直接撞到户栏了 都有可能 这种情况假如发生在高速上面 按照120的速度循环的话 发生交通速度真的就在手难免了 所以我们目前在使用驾驶辅助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正对目前一些新能源产家口头宣传的时候 喜欢把它做成自动驾驶 自动刹车 自动跟车 自动打方向 这些功能给你演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理性去看待 在现阶段确实还不能够实现这种驾驶 顶多就是一个功能稍微全一点的驾驶辅助 绝大多数复杂情况 还是需要我们能够接管和能够介入的 大家千万不要过分的去相信机器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去看待 我们可以使用 但是一定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自己可以用一用 但是一定要做到随时接管 随时改成这个能源控制 千万不要大意了 听喵哥一句劝 不要把生命交给一台不可靠的机器 不然的话 万一这个演艺币 演艺者醒来之后 到了下辈子 那想起来都是一件非常不那么愉快的事情 好了 如果你也赞同喵哥的观点 给喵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